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对讲回 未来2月8号星期三跑马地赛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包揽场合买铁三角 和大家买三个马匹 至于今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一场的第一场 这一场第一场是我们的五班草里B蓝1650米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有12只马匹 而在这12只马里 最近有些马都跑得好 特别是这一只4号的噴火龙 这一只噴火龙最近都能跑到第二回来 成绩叫做不错 而你看他这个第二 是跑什么路程班次和场地 还有对着哪些对手 其实这一只马上场跑得好的第二 都是说跑跑马地草里1650米的五班赛事 即是说未来的路程班次和场地 而你又再看一只噴火龙上场的第二 对着哪些对手 其实这只噴火龙上场的第二 都是对着帝豪大师美丽新星创建群鹰 雀翘飞到一铺成名 这些马 那对着这些马 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他上场对着的这些马 实际上都是未来再出的那一堆 即是说噴火龙的第二 已经是说赢过 未来同场再出的创建群鹰 雀翘飞到 以及一铺成名 那未来再出的这三匹马 这只噴火龙上场 都已经是说赢过了 所以你要称马的话 那这只噴火龙看起来 在未来的这一场 都应该是说 能够称高过这几匹马 对吧 似乎都是说称先的了 那还要这只噴火龙 这次排成个二档漂亮档 继续踏分升仔 打完王牌这样 那看起来都是说 好像相当值得来到去买的 那我相信也是说 很多人会买在这一匹马上的了 那不过啦 今次呢 我们就想尝试 飞走这一只最近 这么好赛职的马 而是说不买它的 那就反而呢 搏回同场上面 其他懒马来到去买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噴火龙呢 它最近成绩实在太好了 对吧 比起来近这一场马 其他十一只马呢 都是说好的 你看回 其实同场另外十一只马 最近都没有什么 哪一只马 是说能够跑到头三名的 对吧 唯独是这只噴火龙 能够跑到头三名的 所以这些这样的马呢 在来近这一场呢 应该会成为一些热门的 如果它成为热门的话 我就不买它了 那因为我认为 这一场马呢 其实同场 还有很多 隐藏着实力的马在这里的 我觉得这一场马 尽管有些马 最近赛职 不是那么好都好了 来近这一场马呢 都有机会是爆烂的 所以就说 想尝试回它们的 那在这些场合 我博懒都总好过博热了 那至于今次我们的第一只 会选到的马匹是哪一只呢 那我们第一只 就会想尝试回这只 3号的 行云飞弹来购买的 那为什么今次 会买这只马呢 对吧 那这只行云飞弹 其实你看它最近 六场的赛职 都不是那么好的 那跑起来 那些什么 第12 第10 第7 那样回来的 那也是说 经常升做 冷门的马匹 五十多倍 四十八倍 四十倍 那样的了 都非常之那么烂 那又烂 那成绩又不算太好 那为什么来这一场呢 我们都会买它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行云飞弹呢 其实今季很多场 它的赛职呢 都不是说能够做得准的 我认为这只马 其实今季很多场马 都是说博减分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些汉运飞弹 上将的那些第12 到底是怎么跑回来 那排着11档的 这一匹马就是 就是汉运飞弹 那是深蓝三深蓝 不要白走的那一匹马 那我们看看 那一只马今场是怎么发挥了 那因为它排着11档 劣档的关系 你会看到这一只 汉运飞弹呢 头段都是说走着个摄毁的 那一路被人顶着 一个三叠来跑的 那基本上它沿途都是这样走的 那一只马今场都是说 这一只马今场都是说 洩鬼了的 一路走着那三叠 之后去到转弯 入直路的时候 那它都是说 跑出去的了 都不管三七二十一 照样跟你外叠这样 来到去冲的了 那都是说 跑得非常之那么夸张的 那去到最出最外叠的 这一只就是它 你看回 现在这一只马都走着 11叠12叠这样的 那都吃得很夸张的 那再加上今场马 亦都是说 一场比较慢少少 步促的赛事 头八八米做着 52秒84的 那这些时间都非常之那么慢的了 那所以今场马都不是说 那么厉害了 那导致了 到最后这一只 幸运飞弹呢 就只能够跑一个 比较差少少少的 名次跑第十二回来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呢 其实上上的赛事 都不是说能够阻准的 那他那些第十二都是说 在一个不利的形势 再加上劣档这样 来到去跑呢 才是说 导致输的 那甚至是说今季其余很多场赛事 都是的 你看回 今季这一只马 很多场都是排着劣档的 11档12档这样的 那所以导致了这一只马 今季很多场都不能够跑得好 很多场我认为他都是说 拨减分的 那但是 目前来说呢 我认为这一只马 那个评分 已经是说 减够了 因为这一匹马 现在只不过是说 平住39分而已 那平住39分 这些评分 对于这一只马来说呢 是说极低的评分 因为大家看看这一只马 赢马的时候那些评分 其实这一只马 在上季赢马的时候 都是说平住这三十六 四十一这些评分 来到去赢的 那现在得分39分 那所以这一只马呢 绝对是说 在未来这一场马 有资格来到去赢 有资格是说 在今季开渣的了 那还要再加上 未来的这一场马 因为他平住39分的关系 其实他已经是说 降了班来到去跑了 那由四班降到五班 那便跑分这个跑马 里草里1650米的赛事 那那今次降班跑 还要是说 特意强背的苏绍辉上去呢 我觉得这一只马 就是说想跟你来了 金仗就是说 出击跟你跑的了 还要再加上 这么幸运这只 幸运飞弹金场马 抽着个三档 漂亮档 不需要好像今季 其余的场合那样 排着那些 劣档 十一档 十二档那样的了 那所以 其实这只 幸运飞弹 今次的条件 是说好了很多的 还要是说 打完王牌 打完王牌 搭蘇绍辉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金场真的随时来了 随时配蘇绍辉上去 就在这一场马开齋 都绝对不出奇 更何况 今场马 其实蘇绍辉 都是说有马选择的 好像一只二号的一铺成名 这一只马 蘇绍辉 都是有得选择的 其实这一匹马 赢马拍当 正正就是蘇绍辉 这一匹马 之前赢跑马 1650米 五班赛事 是蘇绍辉 和他赢的 但是今次 蘇绍辉 都没有选择到这一只马 反而就是说 选择这一只三号的幸运飞弹 所以我觉得 这一只幸运飞弹 今次也是说 可以称高一点 随时 诺斑就已经和你开齋了 所以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的马匹 都选择这三号的幸运飞弹 来试一试 试试 试试试 试试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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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够有一个 出色的表现 好了 讲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讲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 就会选择这十号的 雀翘飞弹 即是说 选择波剑士的马匹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择波剑士的这一匹马呢 是吧 如果大家刚刚才有听到我们片头所说的话的话 其实应该都会清楚这只雀翘飞弹 其实最近跑得不是那么好的 最近那一场马 他都跑过第六 而这个第六 还要是输给哲暴 噴火龙的那些马 哲暴 噴火龙 创建群鹰 这三匹马将来再出的了 上场 雀翘飞弹都输过给他们 所以以马论马的话 这只雀翘飞弹在来一场 肯定没有他们称得那么高 论最近的实力 但是为什么 未来一场我们仍然会选择他呢 那为什么都会选择这些最近那么懒的马来拨呢 对吧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雀翘飞到 其实最近稀威心骑的那一场第六名呢 发挥得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回 雀翘飞到上将是怎么跑 雀翘飞到上场就排了九档的 就是他了 我们看回 稀威心上场怎么骑这只雀翘飞到 其实头段时间你见得到 因为这只雀翘飞到排了九档的关系 稀威心一开始是说抢不到出来的 是说要被人顶的 顶了一个二叠第四位的位置 其实你这样看到他这样跑 就已经是说大事了 因为这一批雀翘飞到 他不是说自己一只摆前来走 放前来放的话 经常性都是说跑得差的 所以上场马他留了后来跑 留到第四五位来跑 其实那个发挥已经是说不算太理想的了 因为大家看回 这一只马他要赢的 他要跑得好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说要放前来走 自己一只放才跑得好 当时他两场球马 两场赢马的时候 都是说自己摆前来跑 放前来放的 但是这一只马要跟得好前 才是说能够有一个出色表现的 所以上场他这样留 又被人顶的话 其实那个发挥不是说那么理想的 所以导致了到最后就跑第六回来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只马上将输 是输得有原因的 上场他输给那些 接暴噴火龙 创建群鹰 都是说输起上来有原因的 但是未来这一场马再出再来跑过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另一个说法 另一回事了 因为这只猪翘飞到 上将输给他们的关系 其实在未来这一场马 他的副榜是说 相对比较稀少少 大家看看 上场马 这只猪翘飞到 背着124 即是说附绑没有变过 但是那些接暴噴火龙 接暴上场背着129 接暴上场背着128 即是重了8磅 噴火龙这一批马上场背着129 另外 接暴上场也要132 即是说又重了3磅 那附绑也是说重了 没那么好处 所以这只猪翘飞到 接暴上场再跟他们跑过的话 我觉得是说有个变化在这里 第一件事就是说 他的附绑有点好处 第二件事就是说 金场马这只猪翘飞到 不需要像上将那样 排着9档烈档来跑 不需要排着9档烈档 这次是说排着5档 排5档和排9档 其实跑跑马地是差很远的 差一天拱地的 9档他可以抢不到来跑 但是5档他就有机会抢到 因为5档是迷很多 漂亮很多的档位 再加上金场马 没有什么快马走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只猪翘飞到 接下来都在排出5档 平速排有4档 最低限度 мир然是22档 最低限度也是22档 对比较29档 这只猪翘超值13分 目前来说的平 非常好 而他又会赢跑马地,草地1650米的四班赛事 四班1650米都会赢,即将跑五班 所以这匹着翘飞到,我认为在未来这一场马 都是一只不可忽视的马匹 还要这一场马,这匹着翘飞到突然之间 是说放回波剑士上去 大家千万不要看少波剑士这位骑士 波剑士这位骑士虽然经常性是骑懒马 甚至说很多时候他的表现都不是理想 但是这只翘飞到对于他来说,就是说特别不同 波剑士这位骑士,其实这只翘飞到是特别好的 因为大家看看,这只翘飞到之前那两场马 都是由波剑士交出来的 你看看,最近三轨飞到没有一位骑士能够骑这一只马 是说赢得到的,唯独是波剑士 波剑士騎这一匹马是特别出色的 他没有多少匹马是骑得那么好的 但是这匹马,他就骑得好 所以今次这匹着翘飞到,放回他上去 还要搭回一个漂亮档来跑的话 我觉得不要忽略他了 所以我们第二只会选到马匹 选回这十号的翘飞到来试一试吧 那大家这次放回赢马拍档波件事 能不能够交出应有的水准 好了,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到讲回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了 那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呢 就想选回这只12号的聂狐者威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这只马呢 原因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只聂狐者威 他目前来说的评分都减了差不多了 由季初的32都减到现在24了 那评分都减了相当之多 减了8分的了 那还要再加上你看看这只聂狐者威今季的赛值 其实这只聂狐者威今季的赛值 也是说越跑越好 那由季初评住32分高的这些评分 就是说跑的第十一 都渐渐跑到最近的第四了 他慢慢减分慢慢减分就越来越好 那所以现在减到24分这么低的评分 我觉得这一只马在来的这一场 都是仍然有机会 因为这次他整个配搭都是好的 配分何宅尧上去 还会轻绑119磅 还要是说搭着一档凉档来跑 搭着一档凉档这些 这样一档位呢 跑跑马地其实是非常好处的 那还要再加上 这一批聂狐者威今次 他也是说 特意上了松花 操舊才说下来跑的 那和上将也是说有少少不同的了 上将他跑第四赛前 他都没有上松花来做操练的 那今次上了松花 那再配合何特尧 搭一档凉档才出来跑的 我觉得这些马 随时在来的这一场跑得更好 那跑到头三名都不出奇 所以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都选到12号的獵户者威 来试一试 那看今次 条件这么好了 能不能够 开到齋 赢到马路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那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